好像念姿在姿,陈水扁今天积压第14天 他非常怀念的,除了他之前说的四个孙子之外 似乎对于吴淑珍是表示怀念 那么可以说呢,在今天律师换了一个人来见他 那么今天呢,律师向他来说 这次呢,公开向特征组喊话 希望他能够比照陈明文 用特别会见的方式来见他的夫人吴淑珍 不过呢,今天看到的是另外一名律师 也就是郑胜柱来到现场 那么事实上呢,在这里面 还有陈水扁昨天交给这个郑文龙律师当中 所谓写下准准午夜的情诗给吴淑珍呢 当中抱怨狱中生活了 说衣服常常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那么这样子一个内容呢 子弟斌说,哎呀,真的是真情流露了 但是呢,蓝伟就痛批说 有注意的人不都是这样子吗 难道还要帮他来请用人准备冷气吗 羁压14天 陈水扁提笔写了封名为嫁后的情诗 要给妻子吴淑珍,抒发狱中的心情 诗了又诗,不知道什么叫做干 不是游民乞丐收容所 而是巴士底监狱的土城看守所 曾经是重新寓所的旧主人 如今却是新主人的接下囚 家后一曲一唱再唱 叫我如何不想他 宝来装装的最后一面犹如昨日 13天仿佛13年 你说后悔做第一夫人 不对,这不是你的错 是我不听你的话 自私地走上政治这条路 陈水扁的家后情诗 兰尾不但看不下去,还改变操作 你后世我不听你的话 没有把钱藏得更好 什么工作不能做 去做什么总统 应该正确地改写 什么工作能费那么多钱 只有做总统 甚至有兰尾讽刺 难不得陈水扁还以为到看守所 是去想 衣服干了又是失了又干 难道狱中的犯人不都这样吗 我们是以后狱中犯人 都要请个佣人 特别帮他们洗衣服啊 失了以后再还烘干机提供给他啊 还空调冷气都一应俱全啊 就请个佣人伺候他 也太老爷了吧 门面的时候 他就感谢阿珍 说阿珍鼓励他从政啊 那今天被关起来 铛铛入狱的 他就说 他后悔没有听阿珍的话 好像言下这一次阿珍不要他从政哦 所以这个人人格异常 非常矛盾 蓝尾言语 子力宾高志鹏却说 狱中写情诗 看得出陈水扁的真性情 他以前 以前最 无数真实的时候 应该有写过吧 这封家后情诗 不但透过律师抄写出来 连扁半也全文刊出 如此大非周章的情诗 左看右看都不像一首诗 顶多也只能说是陈水扁 狱中的新情日记 中丽新闻 李文斌言贯德 台北综合报道